現在我的空頭倉位有兩萬六千美金的福音 折合成新台幣的話有將近78萬台幣 這個時候我應該平倉嗎? 接下來有哪些機會值得我們把握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如果說你也想參與這些交易機會的話 我非常推薦BuyBit交易所 它是我換過這麼多間交易所以來 無論從掛單深度、順滑體驗、交易介面 都是我換過最好的交易所 沒有之一 下方還有更多頭部頂尖交易所 我保證是全網返還比例最高的交易註冊鏈接 那如果說大家對於我這張單子的開單邏輯 開單思路以及目標點位的話 我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回去看我在 之前所做的那一場直播 非常感謝各位 好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BitB的盤面 我們在日線的圖表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呢其實也明顯 是已經跌破了之前的這個箱體了 那我之前在直播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強調了 比起我們下面的這個低點 我會更關注37500美金左右的價位 為什麼呢 因為37500 它就是我們前期有過多次測試有效的底部 可能有人會說我們的箱體 不應該要往下拉到之前所創造出來的這個低點嗎 我會認為有可能但是它下面有不有效這個不敢肯定 因為它測試的次數還不夠多 我們無法確定箱體的下緣是不是應該花在那個點位 但是我會認為37500它是有效的 因為它測試很多次 那也果不其然 我們在跌破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就有了一波小行情 好 那其實我們這個箱體啊 跟我們之前在這裡所走的箱體呢 我會認為是完全可以箱體做並論的 只有時間跨度上的不同 就以威克夫操盤法的角度 這兩個都是再次的派發箱體 也就是Redistribution的區間 對吧 那你可以看我們之前在這個箱體 有量能換手之後跌破 它又走出了一段嘛 那同時我們在這裡 走出了一個這麼大的箱體 然後跌破之後 它鐵定也能走出一段行情 這個時候 我們之前啊 大概在44500美金 一直到45500美金的這個量能增空位 量能增空位 或者說換手位呢 其實它現在的角色啊 就跟我們在37500的角色是一樣的 也就是我們啊 只能容許它做這種縮量的假突破 它假突破上來呢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允許什麼呢 不允許有效的站回去 如果有效的站回去的話 那麼空頭就挺危險的 因為一旦一個震盪相提啊 在熊市的背景之下 它確認這是派發區間 它有效跌破之後 那麼它就不應該再這麼輕易的回得來的 至少呢 在這輪熊市當中啊 都是不應該再回得來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價位 其實 現在的這個價格啊 離我們之前呢 在直播當中所說明到的 3萬美金左右的支撐 基本上是已經非常非常靠近了 只有10個百分點不到 我們就會來貼近 我們大概在3萬美金左右的 最重要的 周線級別的支撐 我相信現在大家可能都在觀察 這個3萬的支撐了 好 那這個支撐到底會不會來到呢 我們接下來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圖表 就是 semi gap 我們今天是星期一嘛 對吧 那我們在6日的時候 它走出一波下跌行情 導致我們在此處產生了缺口 那這個缺口它會不會補啊 我就會認為呢 這就是我們 這就是左右我們 能不能跌破3萬 直接跌破3萬的 關鍵 如果說這個 缺口啊 它在未來的一兩個禮拜之內 就被補齊了的話 那麼我會認為呢 我們3萬是沒有那麼容易被跌破的 它至少還會再反彈一下 那如果說我們的這個缺口 它在這一兩個禮拜之內 居然沒有被回補的話 那我就會認為啊 我們直接 小反彈過後就跌破3萬的概率是挺大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最後看一下以太坊 其實相對於比特幣 其實以太坊呢 它的 一些價位 還 對於比特幣來說 相對比特幣 它還算是處於 相對高的位置 怎麼這麼說呢 OK 我們來看一些證據 大概在 2516的這個點位 它非常非常類似 比特幣37500的地方 怎麼說呢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它有頭肩頂的 頭肩底的頸線 然後並且突破過後 還有回踩 所以它是有效的 互換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位置 對吧 它是有過換手的 然後呢 我們再給它拉過來 這個位置的支撐 多麼的明顯 這個有效性 多麼好 並且我們再看到 我們最後現在的行情 我們在這裡出現了什麼行為呢 是不是碰到之後 有小小的反彈之後 快速的跌破 那為什麼 即使我的點位不好 我還會選擇在這裡 加仓小小仓位的空單呢 因為其實以太坊 它的下跌的潛在的空間 我是強調潛在 是比比特幣要來得更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說 比特幣它跌到3萬的話 那我會認為以太坊 它相應的價格區間 大概就是在1750-1700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之前 在比特幣測試3萬的時候 以太坊它就是在這個點位嘛 所以呢 它可以說 算是一個相對的位置 那麼以太坊 如果從它現在的這個價位 跌到 比特幣它大概在3萬左右 有相對的位置 是不是有30%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看出差別了 以太坊有30個百分點的潛在跌幅 那麼比特幣呢 是不是只有10個百分點 所以我會認為 接下來 這機會 它很有可能 就是出現在以太坊 好 那有人可能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的仓位開這麼小 因為我的點位已經不好 我的點位不好 那當然仓位要開小一點 因為我的止损必須要放 放比較寬嘛 如果說我放很窄的話 就很容易被洗掉 OK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感謝各位 可以幫我的影片 留下一個讚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拜拜